今天和大家去吃一個自助餐 一個非常抵食的自助餐 有多抵?最便宜 38元有交易 你沒聽錯我沒說錯 真的38元 不過38元的就是自助早餐 另外還有58元的自助午餐 全部都是任食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抵? 復不復呢? 稍後再和大家說 首先和大家說一下這間餐廳所在的位置 這間餐廳身處的位置就是在荃灣 如果乘港鐵過來的話 就可以在荃灣站走到余景新城的方向 一直走到余景新城 尾段有一條天橋 駁著對面這個區域 即是南風沙廠一帶的位置 過了這條天橋 走過對面的這個位置 再向前走多一點點 就是這樣 今天我去的是這間西灣鄉飯堂 身處於荃灣工廠區邊廠的一間餐廳 過對面馬路 已經是向車街街市 走過一點點 就是南風沙廠余景新城 實際的位置就是這裡 餐廳的門面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修 只是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自助餐 價格清清楚楚 寫在這裡 自助道餐38 自助午餐58 全包價 一口價 任飲任食 基本上都沒有限時 以位置來說 其實如果你住在荃灣的話 都算方便 因為去過電馬路 已經算是荃灣中心區的區域 對面就是福萊村 走去荃灣廣場 沙咀道一帶 都不是很遠 我去過那一刻 其實餐廳都是新開張 沒有內 門口還有些花牌 這裏食物的選擇 基本上都寫在這個店面 自助午餐有 辣椒炒肉 菜補炒蛋 肉醬茄子 三款炒時菜 蒸魚 蒸排骨 精華雞 雞腿 腩肉 豬手 大腸 炒飯 白飯 炒可粉 豬骨湯等等 另外自助早餐有 豬骨瑤柱花生 發菜粥 另外亦有 叉燒包 鮮肉包 流沙包 冬菇菜包 奶香 大饅頭 餃 豬肉 韭菜餃 豬肉 香菇餃 豬肉 白菜餃 豬肉 粟米餃 另外還有 飯麵 炒飯 炒可 滷肉麵 可 米線 蝦仁燒賣 冬菇雞燒賣 糯米燒賣 糯米燒賣 糯米雞 可以寫的 就這些 一會兒 再跟大家看看實際的情況 我來的時候 平日的早上 吃過 可以說是全港最便宜的自助餐 38元的自助早餐 看看 值不值得吃 適合大家的心水 服不服 餐廳裡面的環境就是這樣 普通通類似茶餐廳的設計 主要就是卡位 簡簡單單的 自助區就是後面的這個位置 自己找位 任坐 因為餐廳其實都挺大間的 我去那一刻 基本上都不算特別多日 好了 再跟大家看看外面真實的情況 首先呢 就有 蒸包 那我見有 叉燒包 流沙包 大饅頭 其實我都沒有試到這麼多款 我只是試了兩三個 接著有些蒸餃 另外就還有 春卷 這款就類似炸鮮奶 這些配菜 廚師腸 煮蛋 炒菜 炒可 花生豬骨 發菜粥 另外就還有幾種飲品 有豆漿 咖啡 檸水 和茶 實際食物的選擇呢 就是這麼多 不算特別豐富 基本上都是只有十款八款不同的食品 從外面門口寫的呢 有少許出入 沒有了燒賣類 糯米雞 但是就多了 廚師腸 撒蛋 炒菜 炸物 整體食物的款式呢 有些多了 有些少了 實際上和它寫出來的種類 總體來說呢 都算差不多了 不知道它是每一天都是這樣 還是不同時段 供應有少許出入 但是三十八元來說 絕對夠你吃得飽 你隨隨隨便 一間茶餐廳吃過早餐 隨時都不像這個價錢 現在又可以讓你喝喝喝吃 都算是這樣的了 對比價錢來說 當然不可以要求太高了 好了 開餐 第一回合呢 就先拿了這幾碟 都算不錯 雖然就未至於很豐富 但是有粥 有餃 有粉 有菜 有包 還有些西式的腸 蛋 有飲品 都算是這樣的 做人來 飲品呢 我就喝了這杯檸檬水 少許檸檬味 可以的 不過就不是平時在茶餐廳喝 有檸檬一片片的檸檬水 另外還有 豆漿 有熱的豆漿 不是很甜的 豆味也可以的 然後還有熱茶 正常的熱茶 另外我覺得 全場我最喜歡吃的 就是這一碗 花生豬骨發菜粥 粥底不錯 幾綿 有些豬骨 花生 發菜 偏淡味一點點 我也吃了兩碗小的 我朋友 吃了一碗大的 看看 真的吃多兩碗都翻本了 這個不錯 然後 就其他的食品 包類 就試了這個叉燒包 流沙包 還有這個饅頭 包來講 我覺得就一般 皮外層 比較硬了少少 還有乾了少少 不夠軟 叉燒包的餡 就一般 少少餡 大家可以看看 像是 凍肉店一大堆的蒸包 大家看看牌子就知道了 另外一個流沙包 餡也不算特別多 但是這個就相對特別少少 真的有些流沙餡 味道都可以 都是麵包質地 差一點 接著這個大饅頭 也是 大大個的饅頭 外邊的層 真的硬了少少 乾了少少 但是 深的包 都算可以 皮乾了些 不知是否蒸乾了 另外這個炒河 我呢 基本上就 沒什麼配料 是有少少菜 我頭頭拿那一刻 剩下水味少少 相對就油了一點點 但是後來再出了一盤 相對就好一點 大大盤 任甜任吃 這個味道都可以 質地都算不錯 另外這個炒菜 也都算不錯 炒得幾香 菜都新鮮 加了少少辣椒 調味道都不錯 再來呢 還有這些西式少少的 廚師腸 那就是白煞的廚師腸 我就比較喜歡煎一煎去的 白煞呢 肯定覺得差了一點 那就是普通的廚師腸 另外還有灑蛋 那就是正常的灑蛋 再來呢 就是餃類 外面寫有幾款不同的餃 但是我拿了幾隻 都是同一款來的 我不知道是輪流出 正是剛巧我拿的也是這款 那就是粟米豬肉的餃 餃子呢 不錯的 正常的 但是皮呢 跟包一樣 同一個問題 乾了一點 硬了一點 如果可以改善皮 會更好 但是餃子是正常可以的 那我呢 都吃了好幾隻 喜歡吃餃的話 又是 吃多幾隻 都翻本了 再來 一款 外面沒有寫的 就是這款炸的條條 起初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吃下去 裡面就像少少炸鮮奶的質地 這個就是普通水平 一試無妨 但就不算特別出色那隻 整體 今次我吃過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沒算說吃到很豐富 但是三十多元來說 我覺得 絕對值回票價 如果大家在附近上班 或者住在附近 不妨過來試一下 但是如果特意乘車過來 我覺得就不需要了 或者有機會 再試完自助午餐給大家看看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